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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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般在自己内部系统之间做一个数据流转 他们的上下由消费承担者会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但是在我们的MQT里面呢 它是一个要连接各种各样的设备 如果这些设备它们的这个协议不一样的话 那它这个数据采集就会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标准的协议 目前业界用的比较多就是这个MQT协议 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需要一个轻量的SDK 相比于Roc MQT协议卡 它们往往是一个副口感 就是这个SDK的能力非常强 比如说Roc MQT里面我们的SDK会有一些 Replanting的机制 复杂平衡SD的机制 但这些在我们的中端的这个SDK里面来说 就不太适合 因为中端的这个设备它的能力有限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轻量化的一个SDK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消息的出打 是一个P2P的 比如说这是我一个设备 它接收一个消息呢 只能是那个设备来接收 它并不像Roc MQT的一个集群消费模式 我一个集群里面的每个消费者 只要是这个组里面的消费者 只要有一个消费者能消费到就可以了 但在我们的这个物理网场景上 我们需要知道 是具体某个设备消费的这个消息的 有第四个特点就是它的广播比不一样 在Roc MQT里面呢 这个一般是用于这个上下游的这个系统的 它也有广播消费 但它一般是可以用在这个上下游的这个系统之间的 业务公司的组件的一个广播 这样我们可以预计它大概的广播比 就是一个即时左右的广播比 并不会有太多的上下游业务的依赖 但是我们的这边 MQT 协议一般是广播消费 也会有成千上万的设备 连接上来 那这样的一个设备去广播的话 它这个和那个Roc MQT 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可能是一个万级 十万级甚至百万级的广播品 还有一个是它的设备非常多 属于是一个海量的接路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像扩展的能力 去不断扩展它的接路能力 刚才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中单消息的一个特点 下面是我们一些流云模型的设计 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消息列列的设计 抽象成一个三部分 就是在通信基础之上 有一个协议 以及这个协议做了相应的数据的采集 或者是发送 然后它这个数据上来之后 怎么去把这个相应的数据匹配到相应的消费者 然后再有消费者 再有那个匹配之后 再有那个我们这边的服务器 把相应的消息 处达到相应的这个设备 第一个是我们的协议部分 协议部分这一块 就我们列了三点比较重要的 就是一个是它的是一个发布订阅模式 和RockMQ来说它们这块是一致的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多级Topic 就MQG协议它并不需要像RockMQ一样 先提前创建好相应的这个一级Topic 或者说相应创建你的Topic 因为在MQG里面它的Topic是比较轻量的 只需要在使用的时候 就直接去发送或订阅就可以了 但在RockMQ里面 我们需要在先提前创建的这个Topic再使用 第三个特点是MQG协议呢 它是一个通配服务的一个匹配机制 是我在订阅消息的时候 需要去可以通过这个通配服务 去匹配很多种各样的东西Topic 这也是RockMQ或者卡布卡都不具备的一个特点 刚才提到了写议 那写议上来通过写印的 有最上面产生的消息嘛 给了消息之后 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匹配机制去匹配相应的接收者 那这边其实在RockMQ也有一些匹配 可能比较弱化这个概念 我们最多的匹配机制可能就是一个 大家能用的订阅机制嘛 就跟我订阅一个设备 我订阅一个Topic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匹配机制 还有一个就是在更细腻度的 就是Topic下面的Q 在RockMQ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那个 对列的分配机制的 包括Core机制 POD消费模型 或者POP模型 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对列 和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匹配机制 然后在MQG里面呢 就是需要一个更精准的匹配机制 包括它的一个对列的触打 就是和具体的设备是对应起来的 还有一个是通飞服 然后刚才介绍了我们的匹配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消息的触打 一般消息触打 我们明白这两种 一种是推模型 一种拉模型 在RockMQ里面呢 主要是用这个拉模型加Offset的机制 包括虽然说 RockMQ提供了这个Push的模式 但它本质上底层实现也是一个拉模型 对吧 这一方 就说我们MQAT 这个微消息队呢 主要是用这个Push模式 这也是受 这也是因为 那个我们的 那个应用场景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主要是用在一个中端设备上 中端设备的机会能力不足 所以我们忙就是不能去 在QO端上做太多复杂的逻辑 像在RockMQ里面 它如果用Pore加Offset 会去自己维护这样的一个位点 对吧 这样的话是对资源是比较 资源是比较消耗的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就是采用这个Push的模式 这样QO端 只需要去做一个硬打 做一个SK 然后相近的逻辑 都是由这个复杂来处理的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对列模型的设计 消息对列本身就是一个对列嘛 对列模型的设计呢 主要是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这个图放大的模式 另一个就是写放大的模式 写放大的模式呢 就是说我们消息的存储呢 或所应是按照这个 topic来进行组织的 就是说我消费的时候 比如阿姨去消费的时候 他就是假如他订阅了10个topic 然后他就需要去 去每个topic都采一边索引 要拉图一边消息 所以我们是一个图放大的模式 还有一个是写放大的模式 就是每个消费者 他可以直接维护一个相应的对列 然后他是按照这个 消费者的维度去消费的 但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于 他可能需要去 假如有10个设备 或10个设备 他们都连到这个湖上 并且他们都订阅同一个topic 但这样的话 这一个topic发送上来的话 他可能就要构建 10个这样的对列的所应 有这样的话 是一个写放大的模式 他写了10次 但是读了之后 我们的那个相应的对 相应的那个消费者 只需要去读这些对列就好了 有因为我们的设备是 写放大的对我们的信用影响更大 并且在于 并且是我们的设备非常多 所以我们的设备非常多 所以我们会互相非常多的一个对列 是非常困难的 对整个信用的压力都特别大 相比于这样的 相比于这个这边的topic为多 我们有一个消费者 他可能订阅了这个topic 和那个设备的数量器 完全不是一个数量器的 所以我们写放大的模式 刚刚提到我们是通过这个 这个 我感觉是用图方带来 实现我们的对列 它首先是 RocMQ的行为呢 是很像的 我们都知道 RocMQ也是按照这个 topic为多来存出消息的 它首先是把一个消息呢 所有的topic的消息 它都存在一个CommitLog里面 然后 同时它分发出了一个 相应的CQ索印 也就是那个consumerQ 有这个所应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topic 如果我们不做了修改的话 它下面就是 原生是支持了这样的 一个一期topic 我们可以把这一期topic 和这个RocMQ的 一个topic 去映射的 这样也可以 也是可以做到 一个一期topic的消息收发 但是我们现在是需要一个 MQD 需要一个多极topic的能力 并且还支持一个 通配服匹配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分发出 两个和多个相应的 那个所应 我们这边是采用了一个 多对类的所应 那个原子分发 这个原子的含义呢 就是说 它在构建 原生的这个 所应的时候 就第一个 原生的这个 以及topic的所应的时候 它同时也会构建 相应的这个 多极topic 以及通配服topic 这整个操作呢 是一个原子的 原子的 就是说 我只要构建了 原生的这个所应 那它们下面的所应 也都是构建的 并且都是同时可见的 然后通配服这一块 其实比较有意思 就是我们这边 需要是把 比如说所有的 设备 它对于发到某个topic 它只要符合这个通配服的 那么它都会把这些消息的 所以都构定在这个 通配服的这个topic上面 然后消费的话 也是如果它订阅了某个 通配服的这个topic 它也会直接来这边消费 然后上面的那些 具体的多极topic 或是极topic 它都是一一直接去认识就可以了 刚才 看到了我们的消息的一个 对类属性的查找 也是一个匹配过程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的消息是 如果触达那个 消费者的 或者触达那个设备的 在MQTT里面呢 每个设备它们连接的时候 它都有可能连接到不同的节点 比如说我们这边P 可能是一个协议网管 或者是一个booc插件 就是一个计算节点 就是承载MQTT服务的一个计算节点 有过生产者或消费者 他们可能是随机连接到不同的节点上的 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消费者和生产者 可能不在这个节点 那我其实就不知道 怎么把这个消息 路由到相应的这个消费者身上 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方案 第一种就是说 在每个节点 我都维护一个群体 群体的路由 就是在两个P里面 我们都去做数据交互 要把它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哪些设备连接到自己 一个群体的事业 也知道别的设备连接到哪些节点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种方式呢 就是他们指寻自己的 每个几年指寻自己的一个信息 就每个几年 只知道自己 这个几年连接到哪些设备 然后哪些设备 对哪些特别感兴趣 然后海地上的方式就是统一存储 就把他们的这个 所有的路由都存在同一个中心化的节目 所以要用的时候去查 也目前呢 我们这边是 目前现状 我们现在是采用的是一个第二种方式 就是这个 每个几年指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路由信息 然后在 当这个消息 触达这个broker的时候 就是当topic queue 构建完所以 然后产生消息之后 我们会生成一个notify的事件 这个notify事件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 只有topic名字的一个事件 它就会发一个 广播的一个事件 给每个相应的机箱节点 告诉他们 这个broker 这个topic有消息到达了 然后每个节点 他们在去 自己判断 这个事件 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 就是说我这个节点 有设备定义了这个topic 所以他对这个事件也感兴趣 这个时候他会去 拿到这个topic 拿到q 相应的去broker去拉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可能有很多设备 都对同一个topic感兴趣 或者同一些消息感兴趣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喊存 这样就可以减轻broker的压力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在notify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广播的机制 对吧 那如果这个订阅的东西特别多 或者是这个节点 慢慢很想扩展 那它指导为什么一个现场平静 因为在系统中存在很多广播的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两个优化 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事件的合并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并不需要每次这个消息到达 都是那个事件 对吧 或者说我们把这些事件 都合并一起 因为它这个事件的一个 唯一标准就是这个topic的名字 它主要告诉那个 那个计算节点一定事情 就是这个有消息到达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 把它这个事件合并在一起 减少这个广播的消息量 还有一个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就是我们 正在做了一个 正在开运的论文中的一个 这个LucaR模块 这个模块就是刚才提到第三点 就是把所有的路由信息 都存在这个LucaR模块里面 这样它每次查照的时候 比如说它 一个topic消息来了之后 它去LucaR查照 就可以进去了 匹配到哪些节点 是对这个topic感兴趣的 它直接就发一个相应时间 给相应的具体的这个节点就可以了 就不会有广播了 目前这个模块呢 它的基座我们已经开运了 就它基座只是一个分布式的KV 也LucaR模块呢 其实除了这个游化性能广播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查到这个在线的状态 别看它我们说 它是一个中心化的 存储了这个每个节点 它有哪些设备 连到哪个节点 这样一个路由信息 所以它可以是知道这个 哪些设备是在线的 刚才提到LucaR模块的 我们的基座其实就是一个分布式KV 然后目前实际Draft 还有这个PostDB 实现了一个分布式KV 来存储这样的一个原数据 然后上面的LucaR的业务模型 在开源流程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 基于这个分布式的KV 还实现了很多一些特性 比如说医术消息和这个保留的消息 并且相比以前的这个实现 我们还就是优化了这个医术消息 可以借助这个分布式KV 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 一些状态的存储和这个发送 比如说以前我们在 我们做到医术消息是在 这个连接断链之后 会给相应感觉 他特别发一个 遗嘱的消息 告诉他自己断链 但是如果整个接链挂掉的话 就没有人替他发这个消息了 就是我们用这个 这个 Fumus Meta模块 去重处这个接链状态 可以让别的接链去接管这个事情 让别的接链去发这个遗嘱消息 由第三模块 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 Rocky MQ 和MQT的一个整个的融合架构 这是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图 首先最左边呢 就是一个终端的设备接入五款 他们呢通过这个 MQTT的标准协议 接到我们的这个 Rocky MQ 和MQTT这一样的一个计算机 这个计算机呢 主要是做一些协议处理 以及这个 这个订阅的这个存储 查询这个设备状态的 查找一些工作 然后第三模块就是一个 这个Rocky MQ 是我们的一个消息的存储 这个存储呢 我们可以使用 最原先的标准接口 一个拉的这个接口 或者是这个发送的这个接口 而后端呢 就是一个 Rocky MQ的一些标准的后端 比如说 我可以用这个 Rocky MQ自己的一个客户端 对Rocky MQ的消息进行处理 而这样优点在于说 我的消息 从 从中端发送到 发送到这个 云端 在Rocky MQ这边 只存储了一份 也同时我们也支持了 那个Rocky MQ 云生的存储 这个云端消息 我们也都存在这 将于实现了一个 云端云体化的一个架构 同时我们还 兼用了这个Rocky MQ 原本的这个使用方式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使用Rocky MQ 在云端处理 中端上传上返的消息 有个简单的是 我可以通过这个 Rocky MQ的消费者 消费者通过集训消费的方式 来消费这个 中端上返的所有消息 对它进行一个统计啊 分析啊之类的 也可以使用Rocky MQ的一些 流域传达特性 Rocky MQ 等等 对这个 上传上的消息 做一个 数据的处理和查询 然后刚才提到我们的 存储模块呢 是Rocky MQ 目前现状呢 以前的Rocky MQ 是不太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因为我们 可以看到就是 在Core卡里面呢 它是每个Topic和Pattition 所有的这个数据 都存在一个文件里面的 但这个Topic虽然很多的时候 它这个 最后变得一个随机型 所以 它大概支持了Topic的 量级呢 大概就是这个 万级 然后这个 Rocky MQ呢 就是 把所有的消息 都存在一个 Core卡里面 所有Topic的消息 都存在一个Core卡里面 然后同时去进行一个 多对的分发 分发出一个 很多的Core卡 这样的SDQ文件呢 就相当于 那个就比较小 然后他们的这个 结构大概可以支撑这个 十万几个的一个Topic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的中端的Topic 是完全不受限制的 就不需要任何声明 是一个很轻量化的一个Topic 它可以直接使用 并且也可以直接订阅 这样不受限制的一个Topic 这样不受限制的一个Topic 呢 大概就需要一个 甚至百万几个 目前限制的这个 加工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是用 RocksDB 对这个 进行一个改造 就是使用这个RocksDB 来存储这样的一个 Core卡的一个 组织文件 然后这边是我们 整个的 RocksDB的一个 改造的 简图 就是我们首先是 用这个RocksDB的一个 原则的写入的接口 它呢 就是通过这个接口 去分发出 CQE CQE 就是原生的一个 Core CQR CQE 就是我们对应的 多对列的一个 多Topic 或者是一个 通微幅的一个 CQ 还有一个 最大物理偏移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原数据 我们通过原则 一起吸入到这个 RocksDB里面 也就是RocksDB 它会把这些相应的 随机吸入呢 会通过RocksDB 转到一个顺序的 一个写入 对吧 写到一个st文件里面 但是我们这边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数据如果一直 写入一直分发的话 在RocksDB里面 会把那个相应的 三天前的消息 会给删掉 对吧 通过文件的形式 删掉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边 是用RocksDB 那怎么删呢 我们现在目前是 接触了这个 RocksDB的Compassion的机制 就是在 RocksDB的后台 Compassion的时候 我们就是自定义 实现了一个 Compassion filter 在做Compassion的时候 我们会去 把那个 三天前的消息 比如通过物理位移 来判断 这个消息 是不是三天前的 或这个属性 是不是三天前的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把 这样的这个 这个 这个KiWi给删掉 这样就可以防止 这个 KiWi不断膨胀 扩大了 然后相比 RocksDBMQ RocksDBMQ 它在去订阅某个 TOPIC的时候 它需要去 去云南社会 查找路由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MQT 它其实是内部 给自闭还掉了 这个 路由的查找 它不需要去云南社会 去查找 那个TOPIC路由 它是直接去订阅 那个TOPIC就可以了 包括多久TOPIC 它都不需要去 它要路由 它直接订阅就好 然后整个系统内部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 路由的 消息路由的 消息路由的 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 优化就是 把这个 相应的 清单和TOPIC 也就是我们刚才 分发出的那些 一些ConsumerQ 这些东西 就不会去 向南社会 注册自己的路由生机 这样就防止 这个南社会 不断扩大 如果我们向他注册的话 那我们多向了个 清单TOPIC 或是清单的Q 都向南社会注册的话 南社会就会 就会打挂了 好 然后我们 刚才分享了 我们这个 ROQMQ MQTT 这个项目的 这个 端云体化的设计 我们发现 我们的消息 通过MQTT 采集之后 存出在这个ROQMQ里面 也同时 ROQMQ原生的 这个 云端的消息 我们也是保留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发现 整个消息 在这个系统里面 就存出了一份 然后 我们还可以借助 这个ROQMQ的生态 包括ROQMQ的流计算 等等能力 都可以把对这个消息 进行一个 流计算的处理 和一个查取 这样我们 将来是消息 足够一份 添少了成本 然后 也添少了这个数据 在每个 在多个系统之间 流转 带来的这个风险 和一些性问题 上面就是我的分享 感谢潘东元老师的分享 那看一下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诶 那个 思维朗老师 东元你好 然后我这有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那个 LOOKUP这个组件 我看是说是重新 重新到一直实现了一个 那个KV存储吗 嗯 这个我们是 是用了这个JRAFT 和这个ROSTDB实现的 是一个嵌入式的实现吗 还是 是原码级的实现 就是用原本实现 部署的情况下 咱们是一个分离部署 还是一个嵌入式部署的部署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的是吗 能够嵌入式部署 对 也可以单独集群部署 OK 然后它的那个存储 跟这个ROCKYMQ和那个MQTT ROCKYMQ都没有关系 对吧 它这个独立的组件 对 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组件 这个 这个 还挺感兴趣的 就是它的那个 开源的地址是 目前 我刚刚那个PTT的 主下讲就是 可以说ROCKYMQ-MQTT就可以了 好嘞 谢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刚才说的就是使用ROCKYDB 去做那个Compaction 其实是我们是借助了ROCKYDB的TTL 机制吗 还是 对 就是ROCKYDB本身的Compaction机制 在Compaction的时候 我们给它写一个Filter 在Compaction的时候 它后台会自动的 执行Compaction的机制 对吧 我们直接在它的时间里面 做一个Filter 这也是ROCKYDB 原生提供的一些能力 OK 对 是用了TTL 还是 对 是用了这个 用了TTL 行 谢谢 更多的是这个Compaction的Filter Filter也是里面的原生一个机制 OK 谢谢 谢谢 潘老师你好 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看待P2P的消息 就说实际上就是设备直接的出达 对的 为什么不让设备自己去订阅一个 比如说是自己ID的这个套币 不去沟通 就是 就可以往这个套币发信息 它就直接出达到这个设备 这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 刚才我这边讲其实是 原生的P2P 原生的T2P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用一个很方便的方式来实现 设备到设备之间留着 改天说的方式也是一种方式嘛 我刚才提到P2P可能更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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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的是那个消息到某个消息消费的时候它是它是最小于某个设备的 对吧 这和那个RockMQ的消息组比一样 它是一个组里面 都可以进行消费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 就是新台海领域上的微消息堆裂它有用到LOOKUP这个组件吗 有的 有的 对 你也是用于开运的这套区实现的吗 呃 我们内部实现的业务国际是这个设备是一样的 对 但是底层的这个存储我们现在是重新开运的 然后上面的业务层面的这个处理 我们现在在开运流程里面 OK 还有那个百万机堆裂的问题 嗯 我想知道 RockDB这个就是CQ的存储 它在 呃 开运现在已经开运了吗 还是说 在5点几万里 好 现在是刚好开运了 这个明天有同事的分享 赶紧回去看一下 明天消息堆裂专场有这个 专门的这个是百万堆裂的RockMQ的实现 嗯 好的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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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